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在亞典機場 準備去我們的下一個地方 就是貓柴 19歐啊 貴的 我搜尋一下 高推我們 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來到歐遊計劃的第三站 有地中海心臟之稱的貓柴 馬爾他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國家 在公元前五六千年之前 已經有人在這裡居住 以及耕種 後來呢 由於他位處地中海的中心 極具戰略地位 連接了非洲和歐洲這兩片大陸 他就不斷地被歐洲列強輪流侵佔 那麼就 令到他這裡其實 不理會建築風格或文化 也是非常多元的 由於他也是在地中海 所以其實這裡的氣候也是 地中海的季後性氣候 就是說 長期是沒有雲的 曬得你看 曝光 這樣 幸好呢 這裡的建築也不算特別矮 看到其實都 樓底很高 還有有三四層 這樣 所以就 令到這邊的陰位是非常之多 所以其實就 在我橫好遙市區那裡走 看片記得喝水 見Hillary喝水 他呢 全年呢 是有超過三百天的晨天 那基本上 要想下雨呢 就真的沒有多少天 還有聽說呢 如果貓台人 遇到為數不多 下雨的日子 還會開心 這個也挺可愛 看到這裡的街道 其實都很窄 是那種 英式殖民地的風格來的 英式的紅色電話亭 由於馬爾他曾經都是英國殖民地 所以現在它依然是以英文為第二法定語言 所以在這裡溝通其實都沒有什麼困難 大家都有很流利 還有British的access 所以在這裡溝通 貓台呢 就是歐盟面積最小的國家 它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個香港那麼大的 面積更小 人口更小的貓台呢 反而呢 就成為了一個主權獨立體制健全的國家 雖然因為天然資源有限 大部分的食物呢 都是由意大利進口的 但貓台依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貓台人類居住的小島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呢 就是貓台本島 大約有四十幾萬人 第二個呢就是Goso 大約有三萬多人 而最少人住的Communo小島呢 只有兩個永久居民住在上面 這個國家的景點 就已經大部分都集中在這三個小島上面 包括最出名的馬爾他三藍 南洞Blue Guoto 就在貓台本島上面 南洞Blue Window就在Goso 而南湖Blue Lagoon就在 剩下兩個人居住的Communo小島上面 雖然貓台面積不大 但是我們都安排了足足三日 才可以玩得完三藍 因為島上沒有地鐵 車路又比較合窄 單卡班次不密 和長期延遲的巴士 花在交通的時間 真是很久 絕對是對耐性的考驗 鑑山把所有東西都變成Slow Mo 就連喜歡晚生活的歐洲人 有時都會嫌他太晚了 更多有關Malta交通的詳情 可以在下面Description的Link 看回我們的旅行Vlog 這個是15歐的Travel Court 那就是12 Single Day Journey 那就可以兩人一起用的 每一次的Validity 是兩小時 對 是 我們要去Travel 好 通常我們在Malta本島 過去高速 都是只有一個交通方式 就是搭郵輪 但是郵輪 只是4.65歐就可以包了 而且去換程才付錢 那也挺方便的 然後就很划算 真的是大郵輪 坐25分鐘 是 我唯一幾間公司 OK 謝謝 謝謝 那個 對 他在看我們 我們走錯路 是 嘩 樓是這個 超清 我的天 好 我們現在上去 上面的Sun Deck看看 嘩 是真的好曬 對 地中海一太陽 沒錯 今天是沒有什麼人的 對 因為是星期二 哦 那我們下去吧 好 今天是完全沒有人來 那是星期二 最便宜的機票 最便宜的機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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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還好意思 認住這個阿姨 對 他們是騙子 SKIM 周圍走來走去 在找獵物 你看他很躁 嗯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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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女人 看他 跳仔不看 他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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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哥索島最值得去的景點 由於時間有限 我們這段片 只會講南昌為止 其他哥索的景點 就會在另一段片 詳細介紹 南昌為止 在哥索島的西面 可以搭公共巴士過去 下車之後 向左走 就會見到 Bot Tour的指示 游船河真的很棒 一定要試 我們會從 Inland Sea 一個被山洞圍繞著的內海出發 如果你有boat ride 可以穿過山洞 在Inland Sea 天洋真的很棒 我們現在呢 上了一個 Bot Tour 由裡面的石 出來了外面的海 看到這邊 石是很特別的 我們乘船 其實每人四歐 不算很貴 每人要帶回這個 夠新鞋 之後會 等會去到南鄉那邊 對 我的褲子很漂亮 這裏應該就是曾經的南昌 剛剛搭船的時候 聽過船家說 南昌就是風暴的時候 在這裏 掉下去的海 那裏 但是現在呢 遺跡都依然是很漂亮 很適合看日落 是 還有這裏的石 感覺很特別 它全部都是 海底那些 淡淡淡淡的石 有些像珊瑚 是 其實會不會就是呢 其實也是 好漂亮 還有它那些洞子裡面呢 都是會結了一些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HELLO 我們現在呢 就在哥索島 準備搭這隻船仔過去 江聯島的 那裏呢 就有最出名的南湖 因為它的湖水呢 是完全是 超透徹的藍色 那所以我也很期待 那我們呢 因為是小島和小島之間 Travel 是沒有官方的郵輪船可以等的 那我們就光顧了呢 郵輪碼頭一出來的私人船家 那就在那些 遮陽傘下面 他們就放了一個攤子 那樣 就可以向他們去買船票 去Travel between 這兩個小島 和Moutar本島 那我們的船價呢 其實一個人就10m 包起來 鑽出去看一些山洞 雖然是很短的一個船程 其實不過它包內回 所以都算抵 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是先由Moutar本島 來了哥索島先的 那就是我們游了這個 Victoria湖城之後呢 直接由哥索島去 Cormano 對 直接由哥索島去Cormano 就是在那邊玩完藍湖 之後呢 我們先會 直接再回到Moutar 那這些呢 全部路線呢 可以跟私人的船家搵的 那其實我們這樣的路線呢 是省了一程船而費的 就是我們 由Moutar本島來哥索 那一程船 是不需要付錢的 因為 因為是回程才收錢的 對 因為那個是Public Transport 那它的收費方式呢 就是回程那時候 一次過給Return Ticket的錢 那我們就不需要付那個程了 因為我們來到這裡之後 是坐私人的船 回去Moutar本島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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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泳池 我覺得你現在已經泳池了 但是相信不到你都是海水 那個海水 好像小燥喔 好像沉吉一樣 現在怎麼搞呢 我們現在看水沖死 你不要笑 水沒有電了 馬上腫了 有一點點火燒的感覺 還有一些越來越腫的現象 要用白菜去清洗 一開始急測的時候 就覺得有些東西黏好了 這個是真的有菠蘿的Pinnacle Lada 我們走過來 好 快喝一口 我們現在來到貓塔三藍之一的藍洞 這個就是位於貓塔滿島上的景點 如果你來到的話 要看到藍洞 其實都要搭一個Ferry 又是搭一個小船 這樣出海 繞一個圈 但是這個Boat Trip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只是看了藍洞 我們還會看到旁邊 不同的Cave 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船家跟我們說 這裡是超級多水墓 我們就算坐在船上 看下水底 都已經看到有多棒 有很多人都在游泳 但如果大家來到 都想游泳的話 就要小心 因為這裡 都是有很多水墓 如果不是一個不小心 就變成像我昨天那樣被水墓炸上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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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隻 這隻很痛 旁邊就是人 小心 我看到我的朋友 這位外國人應該都是跟我一樣 被水墓咬傷了大腿 他現在的樣子都很痛苦 跟我昨天一樣 他好像要那個位置給你更加痛 更加痛 但給你內袖 對 他現在不知所措 為什麼他不害怕 Jelly fish Be careful 這位是危險 我明白 所以這部分會安全嗎 對 不 好 好 這部分會安全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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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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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 早些 早些 早上 早些 早 早安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